嘿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酸 我們今天要來玩這個泡兵的皇家塔 然後上次有給大家看嘛 就是我盤一盤然後買到了這一張 好 那這個賽季我就是都用泡兵來作為自己的皇家塔 那目前這個卡牌也都盡量升到15級 雖然說滾木現在是14 差一點點 但目前這樣子爬杯就還算OK 然後也給大家看一下目前 因為玩的人真的不多 所以也算是蠻有趣的我覺得 這種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 泡兵的這種塔血本身就是血本來就比較少 所以3792 這樣值得嗎 出大刺了 也是很明顯的弱點啦 就射速很慢這件事情 很容易出事 好 那我們再 補一顆 不及招出來 還可以耶 還可以 來了 這方要幹嘛 好 來 拉一下 把它拉過來 明驚 明驚 走 突然 好 好 好 不要隨意進攻啊 太可怕了 來 我們就 好 拉過來 蠻適合搭配一個建築物的 因為 攻擊力很強 所以 拉扯對方 敵方單位的時候 這個 防守能力是大幅提升的 有感受到 有出 有出 破炮在中路的時候 其實還蠻容易賺廢的 下一場 來中路分 可能要玩個 15場到20場才會 遇到一場 也是玩 可怕 也是 玩這個 炮兵 作為 皇家塔部隊的 玩家 真的很少見啊 YES 小生物就是 炮兵玩家的天科單位 我自己牌組也是小生物 所以 所以 OK 來 我們這個要 我先黏上去打一波 啦 該賭的就賭 來 哇 沒兵到可惜啦 還好還好 這個 防守還是在線的 這個 三隻 讓我很難受 千滴 準備啦 這隻小紅子不能死了 來 我們吃吃拉中路 不大事 改出來 踩梯 promet 這個已經進展殺了 掉個古墓 噢 哈哈 差點 差點 對 狗人木慢了一步 但是 血量真的有點偏低啊 所以 要去追 蠻難追的 一開始的那個起跑線就很落後 差了 600滴 700滴啊 好 我們 好 好 滾桶出去了嘛 結果可能可以試看看 看看他怎麼解喔 好 用一個好奇 啊 原來是冰凍啊 咦 一炮 可以接受 冰凍 球 球 球嗎 好 還可以吧 兩炮 解決 冰凍滾桶 冰凍滾桶 中法術 球來了 好 我們打看看囉 是否 哎呀 哼 怎麼不慢一點啊 好痛 OK 有 可以 聽說 有 看我們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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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 在 平起範圍內 這裡一樣 我們先點一下 然後再去 燒啦 喔! 竟然有 竟然有大皮卡 有看錯嗎 竟然開上 可以 好 對方很痛苦 我感受到 他一直鑽著被我們 消磨 然後毒藥 好囉 我們已經 進入斬殺了 YA 剛看到大皮卡 我有點嚇到 怎麼突然出現大皮卡 好 兩場 大皮球 有 補球有點麻煩 因為我的 就是解不動 解不動 喔!這個冰晶解不解得好 很關鍵啊 差一隻 好 氣死 來喔 出事了 快點 對方這一套就是我的 對方這一套就是我的 鼓球又來了 怎麼感覺 補球 還要 連上 帶上滾 然後沒找到東西有點可惜 好 這個得賣一下 我的水量 有點不足 對方有個超級怪,我會爆炸了 排序也得要調整一下 毒藥,不錯,開始囉 我們毒礦的進攻模式 這波血量有耗到 來囉 一樣,繼續摩耗摩耗 快點 300滴來得及嗎? 好,可以可以 回到了最初的起點 好麻煩 好麻煩 不知道耗不耗得贏他耶 拿起來 拿起來 好,還可以 這個,很血量 好麻煩 毒肉 至少不要讓他的那個箭魚砸在我身上 他那個 箭魚很痛啊 好,來了 打看看 好,小紅子的位置 好,小紅子的位置 完了,來不及 招出來 來 出大事啦 阿伯 哇,這裡 小生物 完成完成 好麻煩 不用魔法對付魔法 這個 15量多到 我的砲塔簡直是沒有功用啊 下把繼續努力 直接進攻 打出來 還不錯,這裡我們直接 補上不及靠 好 好,對方水費 已經用盡了 因為對方 是一個 墓園吧 好,小火沒有 喬喬傷害 然後我們毒藥要留下來 因為 很明顯我解不動 很明顯我解不動 等一下如果看到墓碑我可能還是會不小心 對方是這個 好,我們小紅子 很明顯 沒辦法 等你 等你毒啦 差不多打防守囉 打火 先到5氣 首階感 去4熱 這隊有全能命 連戰衛狂 また會直接地動 說不定 點抵抗 拿走 拔開 把牟尼搶血 直接毒啦 直接沒 我們在進攻端 對方毒到都不上來 還是有機會了 鎖到了 我們也不太確定這樣 有沒有 先打一個防守 保證安全 毒要掉滾魔 我這部可以收掉 一下即可 這場得來不易 對方 毒木 的組合 好 加長 泡兵的好處 這下 第一下不用理他 好 我們賺 這一咖 好 雪球 什麼呢 我拉到中間的位置 其實野豬是可以 截得很安全的 好 拉出對方的建築物 這一波 水配挺賺的 打到中間橋頭 野豬可以無神器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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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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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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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好 我看看 還可以 還不錯 再上個滾木 我來囉 跳得上去嗎 可惜啦 問題 我們這邊滾木在上 不要 消耗 消耗 很燒 見到瓦基麗 沒事啦 不離 忘記不能下蝙蝠啦 抽旋風 咦 可惜沒滾到 但我覺得位置下的還不錯 全部飛起來囉 一隻兩隻 帶滾木 好 帶上 畢竟這個炮塔也是 輸出猛烈 欸 對 怎麼可以 去...另外一邊了 去拉他,263 不要,下 這波可以了 雖然辛苦 我們還差一場 來,希望可以順利 小王子的出現讓我的 以前在玩的這種小廢毒礦流的打法呢 看起來 是還蠻融入這個體系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優先 升這套卡組 這個可以繼續輸出 哦,好 對方的方子來了 看起來可以雙躺輸出 這個位置 可以 直接砲擊 可以 處理 平行 過一顆 然後 然後 糟糕 有點 太大意了 這個血量 沒有 然後 沒有狂暴的綠巨人 應該還是在掌控範圍之中的 看看他要不要沉底 好 最後我們再打一個防守 最後我們再打一個防守 好 先不要留下來 先不要留下來 再打一個滾 不要 好 看起來 雙方還是很 有來有回的 好 看起來 雙方還是很 他沒有農他大費的聲音來打我 就是 那個 比較可惜的 地方 好 還好 還好有拉過來 最乎很痛 好 好 還好有拉過來 他就過來嗎?可以 盡力了 毒藥 哇 我剛才想說我可能 滾木看到底要先丟女皇還是丟塔 結果看起來 這個毒藥足夠啦 耶 我們這個 順利上來了 這次 勝率18 欸不對 順利88 然後主要前期 冰晶 有沒有升到15級真的差很多啊 我後來從14殺15之後 也明顯感受到這個勝率的提高 那滾木目前還感覺 還行就是14還算壓了過去 所以我目前卡片也都已經用滿了 所以 可能要再等一段時間才有機會把它升滿 好今天給大家介紹這個小費賭框 然後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可以收音量 當然我是阿尚 我們下見啦 拜拜